康熙來吧 康熙來吧 謝謝 謝謝 康熙來吧 謝謝康熙來吧 謝謝康熙來吧 康熙來吧 康熙來 今天來了一位 非常難得的來賓 這個來賓進場之前呢 我要跟小S溝通一下 他男朋友有來關切了 你說打給你嗎 直接到現場了 關鍵的內容是 叫我們不要聊他的事嗎 他說他把未婚妻送到康熙來了 然後呢 可是他知道很多事情 這個女生都不能自己講 所以他說 你有什麼要問的呢 等下一次他本人來了 他本人會回答你 你是說我嗎 你 對 可是他可能打給我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兩個就分工吧 好 你呢 就儘管問 然後我基於道義呢 我就會問他說 他是不是希望這一題 效果 由下一次周杰倫來的時候 再由周杰倫來回答 你真的是老先俱華 沒有 沒有... 那你就看在大家的交情的份上 可是我相信你有很多好奇的事情 然後說不定這個女生 有些話他想講吧 可是極限到哪兒你覺得 無極限嗎 不過我猜他會把所有事情 都推給周杰倫嗎 我覺得他一定會說不知道 不確定什麼這一類的 可是就 還是盡量問吧 我們努力一下 好 好 我們歡迎坤林小姐 歡迎坤林 好 謝謝 歡迎 歡迎 小心階梯 這就是所謂的 完蛋了... 歡迎... 妳跟S是第一次見面嗎 對 妳好 小孩子近距離的打亮他一下 看得出來這個是 天王的女朋友嗎 我覺得看得出來 感覺不像是有微整形的樣子 謝謝 是真的吧 之前 之前有微整形 沒有 用牙齒有去弄 去漂白 應該有 對 太誇張了吧 聊漂白牙齒跟聊周杰倫 應該漂白牙齒 妳是不是很想要聊 漂白牙齒的過程 我們可以來聽嗎 對 所以我跟你講 那個周杰倫有 關說到我這邊來 說呢 如果有什麼事情 妳不想要回答的話 妳就推給周杰倫 說她下次來自己會講 那如果妳很願意講的話 妳就回答這個妹妹 就愛怎麼回答 就怎麼回答 所以妳出門前 周杰倫跟妳說什麼 不要緊張 所以妳是從她家出來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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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解釋我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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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有跟妳講說 絕對不能講什麼嗎 沒有耶 都可以講 沒有 她就是很隨心 就是不要緊張這樣 所以 什麼時候結婚這些都可以聊嗎 這個就要問她 有跟她一起看過我們節目嗎 有 所以看的時候的那個姿勢是 一起坐在沙發上嗎 就是看電視的那個樣子 手牽手吧 不會啊 就坐著一起看電視 妳說各坐一邊嗎 那不是跟爸爸一起看電視的樣子 沒有 就是正常的看電視 所以如果看到好笑的地方 會不會說 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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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 應該要餵她吃水果吧 餵東西是基本款啦 一定要 男生餵女生還是女生餵男生 都要 互餵 有 她有餵過妳吃什麼 這地好情色喔 這地很餵 這地很餵 我們在後面加上水果兩個 這樣好不好 我自己講真的啦 她有餵過妳什麼吃的 妳在禮拜祭我們要自己吃 自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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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被我們逼到 講出這麼蠢的話 那妳叫她什麼 我叫她 周周 沒有 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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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昆昆昆 她真的叫妳 她真的叫妳昆昆嗎 沒有 她叫 喂 她昆了 OK 她叫妳什麼 親切 親切 她就叫我 不一定也看狀況 她有追蹤一般的潮流 叫妳寶貝嗎 或者是寶貝 比較少 因為這個有點 就是奇奇怪的那種 太普遍 所以她是叫妳什麼 凌凌嗎 沒有耶 就她是 很一般的名字 什麼啊 什麼 不可能直接出 妳要亂操嗎 妳要亂操嗎 OK 有一個題目是 杰倫可能不太方便 替妳回答 就是 當周杰倫的女朋友 是什麼感覺 很緊張 很緊張 緊張是因為怕周董生氣呢 還是怕被別人注意 怕他的粉絲 怕什麼 怕 就是常常出去會被問很多 然後 對 所以當周杰倫跟妳表白的時候 妳有立刻趕回家 跟她跟妳的姐妹濤 以及家人炫耀這件事嗎 沒有耶 所以那個 那個情況是怎麼樣 情況怎麼樣 就是 那邊是妳的救援團嗎 妳們也很想知道對不對 不知道嘛 沒有 就是很順其自然 玉琳熊第一次牽手可以問嗎 一定要問的啦 基本團的 各位妹妹第一次牽手可以問嗎 好 可以 我跟她是更普通的 下個月你再問她啦 不然 都沒有我都去問她 不會 對 好多喔... 好多喔 我可以做巴基的我問 我們答應你親密的事情 只問到 接吻就好 沒有 妳這樣答應有點過分 就是說妳只能夠問到 第一次接吻 不可以問第二次跟第三次 好不好 只問到第一次接吻好不好 第一次牽手 好像是電影裡面吧 哪一部電影妳還記得嗎 我只知道是可怕的 好物騙 所以她趁妳害怕的時候 過來牽住妳的手嗎 沒有 就是我很害怕 然後 對 所以妳是有先輕微的叫一聲 然後靠過去 然後她就知道 然後就牽妳的手嗎 沒有 我是這樣 她可能想安撫我這樣 所以妳這樣的時候 她就把妳的手這樣抓下來 握住是不是 類似是不是 所以妳... 那這樣不就只剩一隻手在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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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另外一隻眼睛睜開看 然後沒有理想辦法 所以當下應該立刻就是 被雷打中的感覺吧 就是 這邊妳知道癢到不行 對 所以牽手跟傑文的時間 有隔很久嗎 大概多久 就一部電影的時間 如果是解答妳 我們就三個多小時 就這麼久了 她會忘 所以牽手不就是認定 是交往了嗎 當然 所以周傑文私下 有變得很平淡嗎 她的樣貌 就是她睡衣的款式 妳覺得還是有偶像的氣氛嗎 我覺得很正常 睡覺會打呼嗎 我不知道 我睡很熟 沒聽到 睡在一起 對 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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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看到結婚了 他們可以睡在一起吧 可是因為周傑文 從來不了這件事啊 所以還是很高興 對... 現在有很想她嗎 現在 妳說此刻嗎 你講這一秒嗎 她對我們兩個人 太累死了 她有不想她 所以第一次接吻的情況 還記得嗎 真的 已經很久了 很久 四年了 四年了 所以現在青海會有蝴蝶飛的感覺嗎 已經不一樣的感覺 已經變親人了嗎 不是 就是 因為認定對方以後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現在還會去看恐怖片嗎 不會 看恐怖片會睡著 怎麼會 因為我太常閉... 一直閉著眼睛 然後就會... 閉著 閉著 那她如果帶妳去看什麼動作片啊 賽車的電影 妳也要陪嗎 那種我還滿喜歡看的 沒問題 所以看完她的電影跟聽完她的專輯 妳都要講大量的好聽話嗎 不太用 就是看真心的一個感覺 可是如果妳覺得哪裡不好 妳敢跟她講嗎 可以 可以這樣 妳有跟她講過真實的意見 沒有 可是因為目前我都覺得還不錯 對啊 所以周婕倫有說結了婚之後 要立刻生小孩嗎 沒有耶 沒有特別講這一塊 可是她是喜歡小孩的 她是喜歡的 所以交往這四年當中 妳有覺得會結婚嗎 還是妳一直都想說 天啊 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就順其自然 那一個想法就是一直覺得 OK 好 就是順其自然 所以她的求婚 有弄到很大陣仗嗎 沒有 問她 來 她聽起來還是清醒的 對 她已經完全失去把她弄完 我以為妳是幫我當姐妹偷了 好,歡迎婚倫小姐 謝謝 好 百貨服務有話之說 小惠神當場提出質疑 客人的態度 普遍都是好的嗎 可能消費一百萬以下的客人 比較容易就是態度比較差 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以下的人 態度才會... 一百萬以下的人 好,我們... 看什麼花花花 我們不是,零萬以下的 九十五個不是 一百萬以下 你確定你講的話 是有經過大腦的 對 是 康熙太大 我們有嚐到一點血就好 對 不要太嚇刷水 你下次就一個人來 就不用收手 是 全力禁骨 對 如果傑倫來的時候 邀妳一起來 妳願意陪她一起來嗎 我不知道 是不是這件事 根本不可能發生 我是因為我很害怕 有她在妳就不用害怕 對啊 就還是會很緊張 妳有經過她放屁嗎 好像沒有耶 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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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很厲害喔 今天 昆琳其實 不是願意自己洋入虎口 是 她今天陪她的師妹們來 然後師妹們是 叫做偽女郎是不是 偽女郎 其實我們的正式團名叫Breathe Breathe Breathe 所以現在妳們是一軍四位 對 我也是一軍 現在跟我講話是我們 全製作人的女友嗎 大家好 我是艾希 我是媛媛 我是以辰 我是若瑩 我是若瑩 那B2呢 Breathe 我們愛一套 還沒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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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B2還存在嗎 對 她還活著 她還活著 那妳第一次牽手在哪裡 對 對 在這邊站起來 B3就什麼B起來 就已經沒有那麼需要 請不然 B2我們舉個問題就 妳聽過她放屁嗎 好像S跟我們沒有聽過她放屁 你們聽過 她還蠻愛面子的 對 她很愛面子 她今天維護形象維護得很好 她為什麼偶像包袱那麼重啊 因為不知道 她可能自己也有新夢吧 四位妹妹來 然後你們B3好像還有二軍喔 對 今天二軍也有在現場 是K K K跟郁姐 K跟郁姐 封面 專輯EP封面有十三個人 那其實我們一軍就是中間四位 就我們四位 對 對 那昆琳在裡面嗎 但是昆琳有跨到 幫我們拍MV跟甜詞 對 她寫了一首歌 叫甜蜜任性 對 她努力在幫助我們 所以昆琳現在已經不是 任何的代言人了嗎 是維公代言人 還是代言人 對 維公代言人 周周應該會跟你講說 你可以就是... 周周 周周 他有跟你講說 你可以不用再工作了嗎 就是當了她老婆之後 她就好好養妳就好 可是因為就像我說的吧 還是有公司 所以還是把 就是工作做完這樣 妳會檢查她手機嗎 檢查她手機不太會 可以偷看她電腦嗎 可以 電腦還好就是 妳們兩個用同一台電腦嗎 不同台 所以她有在看A片嗎 對 妳沒有看到 沒有 沒有 這一題 沒有 這一題我想就算妳問她本人 她也不能回答 對 她怎麼回答 妳是... 妳相信有男生說她不看嗎 我不相信啊 Ban看吧 曾經...曾經熱愛過 熱愛研究 婚後應該更愛研究吧 沒有啦 婚後就其實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看 因為要照顧小朋友 最近那個如果大家上網的話 不時會看到一些人 可能去消費的時候 跟服務人員有一些 中間有一些不愉快的接觸過程 所以有一些抱怨 那康喜來今天要站在 服務人員的那一邊 我們聽一下 擔任貴姊工作的妹妹們 她們遭遇到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共邀請了八位來 歡迎各位你們好 歡迎 所以這兩位你們是在微風工作的 是嗎 是 妳是哪一類的櫃台 我們是就是服務台 服務台 所以是別人兌換禮券以及 退稅 停車優惠 然後禮券那些都是在我們這邊 問路 對 客訴也是 那妳們就是第一關啊 就是任何人衝進微風去 妳們就得第一個碰到耶 對 比較多問管外 就是不是我們範圍的 就會有點想要翻白眼 等一下他們管外有 很好吃的豬肉乾 如果問豬肉乾在哪邊 應該就會翻白眼吧 所以客人的態度 普遍都是好的嗎 可能消費100萬以下的客人 比較容易就是態度比較差 但是消費能力越高的人 其實他們會越禮貌 100萬 100萬 100萬以下的人態度才會好 100萬就是這樣 那我態度都不好 我們態度差慘了 完蛋 一次100萬 我們不人願 對啊 不是在微風買到100萬的客人 是很多嗎 還滿多 一天100萬啊 一次100萬 一次就100萬嗎 就是100萬以上的客人 就是豬寶寶 對 而且普遍的人都是 10萬 1萬以上吧 不是說全部 但就是他們比較容易就是 會去計較那個 停車的幾十塊錢什麼的 你說100萬以上 只要消費95萬的那個人 就會計較停車費的問題 對 他們會計較那幾十塊 就是為什麼不多給他們一點 油灰這樣 100以上就不會了 100以上的不會 到95就不行了 到100才行 你確定講的話 是有經過大腦的 好 好 我們不同的專櫃當中 Nina是服飾專櫃 同一家百貨公司嗎 12年 我比較不一樣 我是在那個西門新宿裡面 它是專門賣韓貨的櫃位 那是櫃嗎 還是店 其實是店面 可是我們因為裡面可能一層樓 都有50個櫃這樣 所以也算是櫃 如果是西門新宿的話 應該都是年輕人吧 對 就是怪人會比較多 應該遇不到 100萬以上的顧客吧 沒有 我不太可能 是 可是妳長這樣 應該會有很多客人 是要追妳吧 追是沒有 可是遇到很奇怪的 頭頸一開始就有一個 穿高腰褲的男生 然後看起來很像宅男 然後他每次都進來 然後就是東張西望 然後我想說他怎麼一個人愛你 每次都講 然後他就看著遠方 然後講 大概看了十分鐘 靜電後看著遠方 對 然後就只有我跟他 然後附近的店家都會笑說 他是我那個 因為他們看過他很多次 他們都會說他是我的 那他靜電後看著遠方 妳要跟他聊什麼 他會看著遠方 然後他有一次我這樣 很深刻就是 他會先看遠方 然後感覺像那眼瓊瑤一樣 然後後來他一回頭他就會說 我已經追你很久了 我特地為你做一個名片夾 你不要客氣 你一定要用它 這是我的心意 結果我說不好意思啦 我不要 我不要 然後他就說 你一定要收下 結果他拿出來的時候 我傻眼是一個錄音帶的盒子 他就是一個錄音帶的盒子 透明的 透明的 然後唱片行賣十塊錢的 然後他說他特地為我做的 他沒有任何的手工在上面 然後就是我的名片對折 然後放在裡面 完全尺寸不合 然後就說 不要…沒關係 妳就收下來 他說 好軟喔 對 不消費 他只是送妳東西 對 然後可是他中間 有消失個大概兩三年 可是他上個禮拜又出現了 對 他說他上禮拜出現 因為有在送妳 因為我以為是不是 他說我年紀而言 大家那個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 結果他就是 他來 然後他又看著遠方 就是跟多年前一樣 我說怎麼又走 因為我一看到 因為我一看到我附近的店家 都不敢站在我門口 然後還會打來說 妳老老公好久沒來囉 我說好久沒來 我先不打擾妳們相處 然後都沒有 外面都超乾淨 小燕是 在微風 對 所以妳也有感受到 100萬以上跟以下的客人差異嗎 那邊的客人真的比較特別一點 跟別的百貨真的不太一樣 怎麼說 就是他們的消費能力 真的都是 不能小看的 尤其是那種 背著那種購物袋 而且是自己做的那種購物袋的那種客人 反而都是那種 就是 點一點點一點 以為他要試穿還是什麼的 可能就是點一點點點之後 我就說 這些我全都包了 就是在微風 才會遇到像這樣的客人 所以妳以前有帶過其他百貨 沒有這樣的客人嗎 應該我之前也帶門市 門市 對 然後那邊 百貨的客人就是 尤其是微風 真的是還蠻常遇到這種客人的 就是有一些貴婦 會看起來很樸素的樣子 可是 對 他們在自備購物袋的那種 然後可是卻會拿出一張 可能無限碼刷的 真名的女友 白白健身 湯永不願繼續聊下去 有一位是誰的女朋友 對 可是他 那個誰是誰 我就怕我講出來 觀眾也會一頭霧誰 我可怕也會一頭霧誰 要不要試試看 講看看 有一位叫 沒有 我認識你嗎 還在那邊裝 就是他啦 他也 你知道他們兩個在一起 他也來過 他也來過 而且還來過幾次 對 我們有關聯可以訪問 然後我們再聊 對 你們八位當中有一個奇特的遭遇說 有一個人在抓養背上 結果客人幫你抓背的是誰 怎麼會有這種事 你在站櫃的時候嗎 對 是什麼 免稅店嗎 對 機場的免稅店嗎 對 機場免稅店 哪一類的商品 服飾 然後妳說妳在抓 是我同事 就是我剛好在旁邊 然後就是他服務一組那個 日本客人 然後他就是 跟他接待的時候 然後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覺得背很癢 然後他就是自然反應 就往後面抓了一下 然後抓了一下之後手放回 然後就發現 怎麼還有人在幫他抓養 然後他就往後面開 鬼 有看見 你有看見人嗎 有啊 就是一個 就是他接待的日本客人 妳那故事跟人家說 上大後正要擦屁股的時候 突然有人在幫他擦 那個情節是一樣的 對 然後那個日本客人 還問他說 你好 就是把他抓的時候 他問他說你還好嗎 這是調情吧 對啊 這個已經有點侵犯 對啊 去碰人家身體 對啊 去摸人家身體 妳朋友OK嗎 就是笑笑的 就是也慢慢往後退這樣 有嚇到 對 真正站一整天 不可以做的是哪些 可以舉手嗎 小姨整天都要站 妳是什麼類的商品 我是化妝品 化妝品 對 化妝品是只有化妝品 要站一整天嗎 對 因為坐著的話 比較不禮貌 像昆玲這樣走過來 妳認得出來是昆玲嗎 認得出來啊 因為昆玲說她曾經有被對待過 或是以為她買不起東西的 應該是跟周杰倫交往以前吧 沒有 是 我覺得應該是我 就是裝扮很奇特 就黑框眼鏡 然後戴個那個 口罩加個帽子這樣 所以他們對妳的態度是哪一種 就是會覺得 很想把東西收回去的那種 所以妳要買的東西 他說要把東西收回去 因為就是我想要揹一個包包 然後他就說 他就跟我講一個價錢 我說好 我說那我可以揹一下 我看一下 他說好啊 然後就很想要趕快 又想要拿回去 他說有其他顏色嗎 他說沒有 可是就是後面打開 其實有各種顏色 所以然後 他是覺得妳買不起的感覺是不是 對 然後一開始我還沒有覺得 他覺得我買不起 是一直到 我在看項鍊 然後我就說在這個多少錢 他說一萬七千多少的 然後我就說他七千多 我就覺得這個牌子 應該沒有七千多的東西 他說一萬七千多 一萬 然後我就覺得 九萬 好吧 她可能覺得 你怎麼那麼不識貨 我們怎麼可能賣 你也不很想把口罩拿下來說 沒有 我就覺得 好吧 我想要走了 很厲害 所以 妳後來叫妳朋友 去同一個櫃買鞋 然後妳朋友就碰到那個店員 跟他說 昆琳來買波鞋 所以 在微風 然後妳... 因為我就去買了一雙鞋 然後很好看 我朋友就說在哪裡買 我是微風 然後她一去的時候 店員就說 昆琳也買這雙喔 什麼的 然後她就... OK 這樣妳會擔心 妳買東西被人家拿去講嗎 其實還好 對啊 所以貴姐是不是非常喜歡講八卦 什麼樣的八卦 就是貴姐也是應該心機比較... 比較會... 就是勾心鬥角 有遭遇過 同一個樓層的別的櫃的人 把你們的客人帶走的舉手 所以菲菲碰到的是 妳是什麼樣的櫃 飾品櫃 然後是隔壁櫃的女生 來搶妳的客人嗎 就同行 要怎麼搶 就是同樣類型 就可能這個東西就是 不只我們家在賣 就可能有兩三家都在賣 然後可能我們業績比她好 她就會寧願給別的家 也不要給我們 就可能我去上廁所不在 對 然後她就是 可能就說 要找什麼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那邊也有 她就把她帶去這樣 她就是不要讓妳賺到 對 所以上廁所之前 通常的習慣是會跟隔壁櫃的人說 會啊... 幫我顧一下 要說 不然樓館如果問說 她去哪兒 然後沒有人知道 就是會有可能被開單 如果是沈玉琳 現在到妳的櫃上 要挑一個戒指 妳會不耐煩嗎 不會 妳不會認為說 她只是來跟妹搭訕 那妳會覺得怎麼樣 不會 應該就覺得妳真的要挑戒指吧 那妳好像被人家是笑過說 妳根本不是要來買包 對 我有一任女友 因為過生日 那我生平第一次呢 想到說要買好的包包送她 那時候稍微有一點積蓄 那男生進包包店喔 好像女生那個櫃姐不太會理妳 因為她不認為妳是真心要來買的 不會啊 買禮物不是很正常 可是可能那時候還年紀不大吧 不會啊 對 其實我也有穿高腰褲 那時候流行高腰褲 你有敢穿那個年代嗎 有 不會有看著遠方嗎 我那個像遠方 可是老實講 那天 那個櫃很不專業耶 那一進去 那兩個 兩個女的 一個在吃便當 然後一個好像有點在做 那個休止夾的動作 然後我進去那動看西看 那你要做 我就是不懂嘛 我那時候還把詩恩有練成Channel 我... 是當年代的我 所以我需要她的協助 那我真心要買 我是口袋裡面裝個十萬塊 是真的要買的喔 我是裝個口袋鼓鼓的 相信她應該看到我的口袋鼓一包 我是等待錢要來買的 然後我在那邊動看西看... 然後他們也不太愛搭理我 然後我忍不住說 如果要送給二十幾歲的女生 是黑的比較好呢 還是白的比較好 然後女生... 兩個人在那邊你幫我看 然後來了一個 另外一個人 不曉得是隔壁的還怎麼樣 他說那個啦 人家在忙喔 你如果要拔沒到別的地方去拔 是直接這樣告訴我 電源 電源 不是這家電源 是隔壁的 好像有點看不過去的樣子 覺得你在騷擾別人 對 然後我就受挫 受挫我就信信然離去嘛 我就到了那個... 因為那一排都是在賣包的啦 我就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呢 然後看看... 然後就買了 而且我還故意 我本來只有五萬塊的預算 所以我帶了十萬 但是我這邊就買了八萬 包裝好以後 那個走走走 經過那個對我歧視的那個店 我就經過那個兩個小姐 還在吃便當 她還在那邊休止 然後說 哈囉...你看 我沒有... 為什麼要聽這種故事 沒有 我的主旨是什麼 就是說你不要主旨 你不要勾眼看人低嘛 對不對 花了你不該花的錢嗎 但是我高興啊 其實他們應該常碰到這種客人吧 他就是為了一個報復啊 為了因為你看不起我 所以我本來沒有打算花那麼多 結果我叫你全部包起來 可是別人越看不起你 你就應該更不買啊 你買錯 好像愛希是什麼 有一次看披薩客嗎還是 對 我有一次高中的時候 我也是那陣子很想要買皮外套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穿著制服 然後就... 因為那時候其實不太懂 那種真皮假皮什麼的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結果那櫃姐 阿姨就飄過來說 你不要看那個啦 那你買不起 我跟你講 這個比較便宜 你看這個就好 真的會直接這樣買 對 然後我就很氣 我就回家 跑回家淚奔回去跟媽媽說 媽媽她說我買不起 然後我... 可是我跟媽媽說 我真的買不起 但因為我媽媽的個性是那種 她是覺得 我一定要回去報仇 就是我就拿卡出來刷 她說我買得起 然後我就跟我媽媽說 因為我是相反 我就會覺得 我為什麼還要幫她做業績 我就只是哭訴 但我就跟媽媽說 妳不要回去 就是幫她做業績這樣 因為這樣就得逞啦 對啊 我就覺得 妳欺負我 為什麼還要讓妳有業績 沒有 所以妳不能回同家店店 妳是要去她的對手店 她的隔壁店 而且妳媽媽如果衝去圍蜂 也報復不了 因為沒有到一百萬 她們就看不在眼裡 妳媽媽媽從來遠遠就過了 有一個是誰的女朋友 對 對 可是她 我就怕我講出來 觀眾也會一頭霧誰 我恐怕也會一頭霧誰 要不要試試看 講看看 有一位叫逸祥的 逸祥 哪位 逸祥 你們知道嗎 難怪有點眼熟嘛 我認識你 逸祥還在那邊撞 就是她啦 妳知道她們兩個在一起 逸祥也來上過我們節目 逸祥有來現場嗎 對不對 剛好看到逸祥 逸祥陪妳來節目裡嗎 她剛剛去錄別的 然後結束 妳們兩個已經好到 她會朋友來上節目了 我只要去錄影 然後她只要有空 她都會陪我去錄影 看點妳覺得 我們應該記得逸祥的臉嗎 你們應該記得 因為她有來過 她有來過 而且她來過幾次 對 我有一點記得她的臉 我們把她臉都還是變好 對 試試看 但是現在觀眾應該都會 觀眾應該知道 大致知道她是誰 因為她有固定在某些節目 妳們交往多久了 還不到一年 可是好像已經見過妳的家長了 雙方就是都有見過家長 然後她是一直很想跟你結婚是不是 對 很可貴的是逸祥跟她交往之前 逸祥還是觸男 她怎麼會連這種事都知道 逸祥都是我的 那時候我們都幫她介紹女朋友 有啊 我們有昆凌可以訪問 然後我們再量的意想 對 我會說 會不會比利失人 所以我一直說 是白白 讓意想破除 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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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 對昆凌大方回答 周周是喜歡穿哪一種內褲 是國王的內褲 國王的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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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回家一脫掉外褲就沒有了 那很危險 那她路上比較好朋友 跟她又多距離說 周董梅 你脫下來 你怎麼那麼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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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哪一種專� 我是珠寶 珠寶 那一定碰到很有錢的客人嗎 對 哪一家百貨的 星光 所以那個碰到 要買80萬珠寶的是妳嗎 對 所以也是因為樸素的太太 對 然後妳都看不出來 她要買東西 然後她看了一個桌子 那個桌子是100多萬 那打完之後 就是80幾萬 然後她還跟我說 為什麼要打折 什麼 她不要打折嗎 對 她不要打折 所以她覺得打折是羞辱她嗎 可能覺得有一點 而且之後我跟她講說 妳可以等周年輕的時候再買 因為那時候優惠更多 她就不要 為什麼要等周年等 然後之後 就是刷卡的時候 我問她說 不好意思 那請問要分期嗎 分妳個頭 分期 她說 她說我的感覺像是要分期的人嗎 然後我就直接就跟她說 對不起… 這樣也會生氣喔 對 因為她會說她只是想花錢 哪一位碰到有客人說要試內褲的 內褲是貼身衣物啊 不能試穿 男內褲還女的 男內褲 男內褲不可以試 對啊 不能試穿 因為這樣試穿 怎麼試穿啊 對啊 我就是量尺寸啊 然後給妳拿尺寸 就這樣而已啊 然後我遇到那個客人 他們是一對夫妻 她那個老婆我就跟她說 一定要試穿 她說不然 夏建議員抽幾張衛生紙給她墊著吧 我想說 墊前面還墊後面啊 墊瑪麗 然後可是因為她真的是會買 那我又想說 一想要做這一筆 然後我就說好 那不然妳等我一下 我去樓下Seven幫妳買個 免洗的 妳先穿上去 然後妳再穿我們家的內褲 對 然後她真的有買很多嗎 她真的有買 她買滿多的 所以 對啊 請問要試穿內褲是正常的要求嗎 那很奇怪啊 內褲妳試穿完妳不買 就要買給誰 對啊 跟襪子 妳去買襪子 妳也不可能是試穿襪子 所以內褲應該是說 妳就買回去穿穿看 喜歡這個牌子以後 就買這個牌就好了是不是 他們有時候是為了那個尺寸吧 小燕妳就直接瞄眼啊 不確定 這就S啊 還有什麼號碼 沒有 我有時候 我有時候還不敢講耶 我還不敢講 妳這樣會被客訴吧 然後講完還翻白眼 沒有 我還不敢 不敢特別一看她就說 我說妳腰圍是多少 應該是S號啦 就是我也不敢說 然後就是這樣看一下 就直接說妳穿什麼尺寸 所以周周是喜歡穿哪一種內褲啊 哈囉 沒有 這一題有點難回答 應該說她的內褲是什麼尺寸 我們可不可以改成說 周周的內褲 是不是由昆琳出去買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買過 這個很難回答 因為她不穿內褲啊 有 是國王的內褲 國王的內褲 國王的內褲 國王的內褲啊 對 我不穿內褲 對 很屌... 看不見的內褲 就是沒有穿啊 國王的內褲 她不穿內褲 她不喜歡穿 我不喜歡穿啊 對啊 所以她回家一脫掉外褲 就沒有了吧 那很危險耶 她如果她遇到好朋友 跟她惡作劇說 糟糕 脫下來就累 怎麼那麼幼稚啊 好可憐 應該會消失於原因 而且男生不穿內褲 如果穿拉... 要拉拉鍊 是不是壓力很大 其實要一直... 對啊 要一直這樣凹進去 不過像她那麼 愛穿垮的褲子 就會直接就... 也不用拉了 就直接整條就脫下來就好了 沒有 可是說牛仔褲 什麼就是畢竟還是要拉拉鍊啊 因為萬一就不小心夾 這一題你可能要問 所以還有不小心 就是夾到什麼內褲 就... 我們都會討論這個 沒有遇過這個情況是不是 對 可是國旺的內褲這一題 我已經是還滿開心的 厲害喔 她出去... 她跟你出去的時候 可以看別的女生嗎 可以啊 妳會問她說妳在看誰嗎 不會啊 她有跟你誇獎過演藝圈 哪個女生漂亮嗎 沒有耶 一起看電視的時候 她不會說這個妹很正什麼 不會 好萊塢的可能會 可是台灣的... 真的 妳們兩個會一起看康熙喔 所以我們如果在康熙 妳們不在的時候 大聊妳們的事情的話 會看到 所以有看過我們聊妳們的事嗎 有 就是自己有他們來的時候 方舟有來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聊妳們的事啊 因為她說我們是朋友 然後妳們就逼問她說 有沒有看過我啊 對... 所以那一集是妳跟周杰倫 一起看到的嗎 沒有 我們就有看到那一集 然後呢 她有覺得我們兩個很調皮嗎 沒有 我今天就覺得 對 她們兩個很好笑 因為很尷尬 她們兩個很尷尬 很尷尬 她覺得罵我們很賤而已嗎 為什麼很調皮啊 那個有一位說 妳們碰到買很多的客人 客人一定要把零頭去掉 妳們不肯去掉是誰 也是妳 對... 這樣不是很不會做生意嗎 如果買很多 不是應該把零頭去掉 可是百貨真的沒有辦法 去零頭這種東西 然後... 真的可以嗎 真的沒有辦法 那如果說妳是為了業績著想 然後妳自己掏 從口袋裡面掏出來 真的嗎 真的只能這樣 所以3960 連那個60都不行 他都會說什麼 可以幫我去零頭嗎 60也不能扣掉嗎 真的沒有辦法 如果9680 應該80可以扣掉吧 也不可以 真的 百貨真的沒辦法做這種 她的表情就是那種 說真的做不到的表情耶 對啊 妳現在在跟我們講 講客道話嗎 沒有 沒有 是真的沒辦法 不然我就會跟客人說 真的沒有辦法 我也只是打打零攻而已 不要這樣 可是妳也可以體會到 如果是S開了口 說零頭去掉 然後妳說不行 S會很下不了台 對 妳會說加把零頭去掉嗎 再加6塊 零零加7塊 加到多少 湊滿9千 應該是說 如果真的有遇到她那種 真的是買很多很多的那種 就是可能真的是自己出 要自己出 要自己出 蛀 她也是要來問這 周邊的一家很有名的日式丼飯 然後我就想說 我剛好吃過好心要告訴他 就很開心 我就說 手扶踢上去 然後出去就看到了 然後他就翻了一個白眼說 我要最近的路 然後她就是直接就生氣 然後我就說 那已經是最近了 然後她就回去 她就回頭跟她兒子說 這個女兒真的是傻眼 聽不懂我講什麼 然後我就腦袋就一根筋 就斷在想說她說什麼 然後而且那天是我第一天上班 所以我就很受挫 然後她又回頭 就是我以為她就要走了 她就說我再問你最後一次 最近的路 我就說真的不好意思 就是電斧梯上去 往後門走 她就說 Stupid 講不聽我們走了 然後她就拉著她兒子走了 所以妳講那個路 真的是最近的路嗎 因為她可能想要知道 她知道有一些入口是員工的 她有看到 我有聽到她的歲年說 那個有入口 可是那個真的不行 不行開放 那有些是他們專櫃的入口 所以就是我就被罵了兩次 Stupid之後 她就帶她兒子走了 然後我就回休息室 就是思考著這份工作 到底要怎麼做下去 妳心裡應該已經大量的髒話 飆出來了吧 就是已經不是生氣了 就是已經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是我好心跟妳說 而且我是很開心的覺得 本來想跟她說可以點什麼吃 因為真的滿好吃的 對 可是服務台 起碼妳們是可以坐著的吧 不行 服務台也要站嗎 我們就是穿這樣 然後高跟鞋 然後就是站著 但是我們有休息時間 所以剛剛他們說 看到妳們在吃飯是不可以的嗎 不可以在櫃上吃 不行 我們不能找 妳們都不可以在櫃上吃啊 所以是要照顧員工休息室才能吃 不可以偷偷拿一個出來咬一口嗎 我常常看妳們在偷吃餅乾啊 偷喝飲料啊 放在絞交那邊 然後來吃 每次冷的耶 我聽到沒有看到 沒有啦 沒地方 偷偷吃餅乾啊 那妳們跟我一起看電視啊 某人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誰 不配成啊 那妳要趕快轉開嗎 不用 就繼續看嘛 妳自己收拾這個床 來 就是 我覺得昆凌是一個很放鬆的人 就是可以 就take it easy 而且都已經要結婚了 那天應該就不會再計較那些小事了吧 是 那這樣蔡依林最近發生了怎麼辦 我不要再有毛病喔 什麼啦 你是不是有一次在櫃上訓話 訓了二十分鐘 我... 你為什麼要這麼兇啊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毛病喔 其實你們知道我平常人都還不錯 是啊 我獨獨對那種服務業喔 那個如果態度不好的話呢 我會很生氣 我們去餐廳吃飯 那你如果碰到那個要死不活的 你心想說 奇怪 他賺這份錢 他賣的是什麼 賣的就是服務的態度嘛 就是attitude 就是態度兩個字嘛 那他如果連態度兩個字都不願意做 你知道昆凌會英文吧 attitude attitude 是 attitude 那老實講 他也不是我什麼人 但是我會覺得說 你怎麼連一個基本上 你連一個敬業的精神都沒有 那我那次去百貨公司專櫃也是 那櫃姐也是就要死不活的 那也有點面黃激壽這樣子 然後呢 你一問這樣 他面黃激就關你什麼事 對啊 那是這樣子的 你如果領這份錢 我不管你一個月領多少錢 但是你既然領了這份錢 你要展現出你服務業的態度 那就是要保持微笑 然後呢 所以你現在講的內容 就是你訓話的內容嗎 是的 我就當場喔 我當場忍不住 我就開始開訓了 當然我不是用罵的啦 我不是用罵嗎 我是說你們當同事服務業 你們這份錢 你要對得起你這份錢 好 你要保持微笑 你要拿出你的自信心 他對方這時候有什麼表情 翻白眼 他是有點側著我啦 所以翻白眼有沒有翻我是不知道 他是有點讓我側著 然後有點在那邊抖腳這樣子 已經不爽了嗎 已經不爽了是不是他 對啊 有一點不爽的樣子 我是一路一路念念 念了快20分鐘耶 是他們樓管的人來跟我說先生 你唸到太忘我了 好啦 現在上電視常常講很多話 應該沒有興趣去百貨公司唸人這樣 有人遇到黑洞是誰 就是被拿槍擠 對啊 因為那時候我對面的櫃位是 我的好朋友就是在開 然後他跟附近的另外一櫃 就是有小誤會 然後有一次好像就是 我們就覺得奇怪 怎麼今天走來外面的人 怎麼都是黑衣人 然後就再過一下 就是我們就被叫到他們的店門口 就被二十幾個黑衣人包圍 我的朋友就在開始跟那個 對方的那個店家在那邊理論 然後就那個有黑衣人 可能是頭頭 可能就覺得他講話怎麼 我朋友講話怎麼那麼大聲 然後就說 就把他髒話就說 你在擦擦什麼這樣 然後結果他就把他槍逃出來 對 你的擦擦就放出地方了 對啊 他媽媽 你把他爬 不能就慘了 對啊 你太緊張了 對啊 所以被槍指的是他還是你 他就拿槍掏槍 然後對著我們兩個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我就很生氣 我又覺得 為什麼二十個男生 你要這樣對兩個女生 對 而且在西門新宿應該可以 大量的吃東西吧 想吃就吃 吃到飽了 他們連那個先出氣都愛吃了 所以坤林先生 你會在乎他以前跟誰交往過嗎 不會 那你可以追問嗎 比如說你以前跟他怎麼樣 有沒有很愛他 還是比較愛我這類的 我不想知道 那你們如果一起看電視啊 不小心轉到 某人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誰 誰 不配成啊 那你要趕快轉開嗎 不用 就繼續看嗎 來… 你怎麼會這樣 所以有禮貌 所以有禮貌嘛 雖然人家有加入 但是我認為 我認為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因為這個可以公開來討論啊 因為我們常常會這樣啊 就轉... 看到了 那這個時候是要趕快把它按走呢 還是就繼續看 因為按走反而有點故意對不對 對 我沒有要接妳的話 對 我沒有要問 這個太尷尬了 那我問好 那是要趕快按掉呢 還是繼續看 就看內容 喜不喜歡 就是覺得有不有趣 那她如果看著看著 好好笑喔 好笑喔這樣子 就如果覺得好好笑就認同 就是 我覺得昆琳是一個 還滿放鬆的人 對 就是可以 而且都已經要結婚了 應該就不會再計較 那些小事了吧 是 那這樣蔡依林最近發病要怎麼辦 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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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樣會害她以後不敢來 好不好 表現好一點 曾經的祝福你們 所以今天還好吧 沒有惹到妳了 OK 希望我們還會見到妳 好 好 祝妳幸福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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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